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双大手闪动着赤红之光 一下子扣住了绿夫人的一对脚腕 这位墨绿族人虽然大吃一惊 但是反应道也不慢 马上提表灵光一闪 身躯猛然一扭 就想驾驭动光 挣脱而出 但是抓住双族的一对手掌看似普通异常 却似乎一对钢筋般的坚硬啊 绿夫人只觉得呀 这双族一阵剧痛之下 根本没有办法动弹分毫 这一下子她终于脸色大变 又马上一张口啊 一道白光向下射出 一闪之后 斩在了一只手腕上 但只听当地一声金属碰撞的声音传来呀 白光一脸之下 一口数寸长的小剑 一下子反弹而起 此手竟然飞剑 都没有办法斩伤分毫 绿夫一族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但是马上双手一掐绝 似乎啊 想再施展什么厉害的功法 但是此时此刻啊 却已经迟了 一声陌生至极的冷哼过后 呼吱一声一片妖异的红光从手上一亮而起 瞬间就罩住了绿夫人 红光所过之处 附近的土地在高温下瞬间的痛红溶解 化为了一片熔岩之地 顿时一声惨叫之声传出啊 这位墨绿族人护体灵光只是闪动几下 就在红光中熊熊的燃烧了起来 几乎同一时间 另一处密林福建 两名脚翅足连须级别的存在 停留在空中低声交谈着什么 而四名羽骄则在更远的地方来回盘旋不定 在搜索着什么 此人还真够狡猾的 我们刚一靠近此处 他的气息就一下子消失了 连羽骄也没有办法找出其所在的位置 如此的话可有一些麻烦了呀 其中一个人 现在一些羽骄始终没有什么发现 脸上献出了一丝焦急之色出来 不用担心 那个人也不过是和你我同结存在 能将气息隐匿的如此丝毫不漏 肯定是隐藏在附近不出了 若是如此的话 我们正好和他耗下去啊 当二位大人到来的时候 我看他何处可藏 另一个人呢 倒是镇定异常 微笑着说道 恐怕也只能这样了 第一个人呢 有些心不甘 但也只能点了点头说道 而就在密林中一棵不齐尔的大树中 大头人眉头紧皱地身处其中 身上披着一件怪异的灰色斗篷 将其气息遮掩的是严严实实的 其他方向上 一片山脉之地处 一道淡淡的惊鸿向前方击射而去 在灯光中 一名一身灵甲身有一颗鳄鱼般头颅的一族人正全神驾驭灯光而行 在他身后树立处 另外两名脚翅族炼须级别的存在 乘坐一只数丈长的飞车 引力身形的远远坠在其后 在飞车后面更远处 四头羽胶呢 小心翼翼的在远远的坠在其后 以绿光城为中心 四个方向的炼须级别的一族 几乎同时遭遇到了脚翅族高阶存在的击杀和堵截追踪 韩力呀 同样的是 未能幸免呢 此刻他悬浮在高空中 面露一丝惊讶之色的盯着低空处 两头羽胶正在数十丈下 四下盘旋不定着 这两头他第一次见到的怪的蛟龙 是在片刻前飞到此处的 并且好像知道他就在附近一样 四下搜寻着什么 不过这个时候的韩力呀 仍身处太一化轻浮的虚化中 两头怪胶 自然没有办法真正寻到他所在的位置 只能好像这眉头苍蝇一样的在附近来回的飞舞着 韩力摸了摸下巴 目光四下一扫之后 并没有发现附近还有其他脚翅族追杀 脸上的绿色一闪之后 不由自如的思量着是否出手解决掉这两个麻烦 这两头羽交也不过化神级别的存在 根本不可能是他现在的对手 但是他现在呀 才刚飞离绿光城千余里左右 若是脚翅族中啊 真有合体级别的存在 并仍然呢 用神念监视着这个方向的话 一出手恐怕仍有暴露行迹的危险 韩力心中反反复复的思量了一下之后呢 最终还是下意识的摇了摇头 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身形一动 就想也不想的悄然离开了 但是 意外的一幕出现了 韩力刚一挑出了十余丈远呢 体表突然紫色一芒一闪 虚化的身躯一下子在空中恢复如常 现出了身形 竟然是所用的太一化轻浮 恰在此时失去了效用 此时意外情形出现 让韩力呢 也为之一愣啊 那两头羽交在韩力身形现出的同时 顿时有所感应的同时往空中一望 将韩力存在的看了个清清楚楚 当即二者欢喜的各发出了一声长鸣之后 就双翅一展之下 气势汹汹的直奔韩力春来 韩力心中有些郁闷啊 但是脸色一暗 单手一掐绝 背后雷鸣之声一起啊 现出了一对晶莹的羽翅出来 随之凝望下方两头怪胶 鼻子里边发出了一声冷哼 哼声看似普通 但是刚一进入两只羽胶的耳中 却如同啊 青天霹雳一般啊 随即投入中 仿佛瞬间一踢两半的剧痛了起来 不由自主的发出了一声惨叫 身躯同时打滚向下方直吹而下 而这个时候的韩力背后双翅却一抖之下 顿时呢化为了一道清白的电弧 在远处消失不见了 在下一刻 在一只羽交身下虚空住 那空间波动一起 韩力身形诡异现出 这件旗啊 单手冲此羽胶西空一挥 顿时 一口青色剑光从虚空中闪现而出 围着羽胶只是那么一绕啊 将其一展两截了 连着惊魂呢 都在剑光中瞬间化为了乌游 韩力身形为之一扭 就化为了一根青丝 再次不见了 而下一刻 另一头羽交身旁空间波动一起 韩力几乎紧挨着此兽现出了身形出来 一只洁白如玉的手掌 只是在怪交身上那么轻轻的一样 顿时啊 一股五色的光焰滚滚而出 瞬间的将其化为了一块五色的巨冰 随之韩力五指金光一闪 树道金色的电弧紧随弹射而出 一下子将冰块照在了其中 羽胶连同冰块在金光闪动当中 寸寸的碎裂开来 一团绿光从碎裂的尸体中想要趁机顿出 却被一道金壶出其不意的一击之下 就此溃散消失了 如此一来啊 韩力几乎在一个呼吸之间的功夫 就一下子击杀了两头余胶了 随之身形毫不停留 一下子化为了一道青红 朝远处天边击舍而走 再无掩饰身形之意 在他所想当中 若是小赤族没有合体级别的存在 不可能会发现了他的动机 自然无需再掩饰什么 有的话刚才一翻出手纵然再快 恐怕也会惊动了此等存在 再动用太医化清服务也是没用了呀 还是不如加快顿速顿走的好啊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p85.com 而就在这羽胶漠然坠落的时候呢 胶赤族分在两地的老者和中年人 同时有所感应的朝寒历所在的方向一起望去 在老者脚下处 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堆满了一地 一只手正抓住一个玉匣 老者双目微眯 望着寒历所在的方向露出了沉吟之色 但是片刻之后啊 他猛然刨修一抖 脚下了一大堆东西和手中的玉匣 顿时在一片光匣当中 同时消失不见了 然后他腾空而起啊 化为了一道红光 直奔寒历所在的方向飞顿而走 而另一边的中年人呢 因为得手较早正朝另一方向而去 他此刻虽然说 不停回首望向寒历所在的方向 但最终呢 还是摇了摇头 仍然保持现在的方向激舍而走 但是顿速不知不觉着 加快了大半 他现在啊 快接近另一处目标所在 自然不会就此把手再回头 往寒历那边去了 打算先处理完 近在眼前的目标之后 回过头来再去 那也不迟啊 于是两名脚翅族追兵中最强大的两名存在 只有一个人呢 先奔寒历所在追了过去 此等皆存在全速飞顿之下 那顿速之快简直不可思议啊 寒历在击杀完雨胶 化为一道惊鸿顿走不过半刻中的时间 就有所感应的一回头 脸色微微一变 只见天边尽头处 红光一闪 一道赤红顿光直奔自己追来 此红光仿佛鬼魅一般 一闪之下 这立刻出现在百余杖处 忽隐忽现之下 顿速竟比现在的寒历 还要快上背许的样子 寒历目中随之惊讶之色扫过 也不由得表情为之一领呢 还看到里面隐隐约约的 有一个人影 竟真的是一名合体级别的存在 好在只是合体初期的样子 纵然可能不敌 但是脱身 那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寒历呢 心念急转 神色又瞬间恢复了 正常 不过 寒历并没有在此地 和一位合体初阶交手的意思 毫无犹豫的 双翅一斗啊 体表灵光一闪之下 化为了一根青丝 向前是积设而去 顿速之快 几乎快了几倍 丝毫不比后面追来的红光 差到哪里去的样子 两者积设之下 只是几个呼吸的功夫 就在附近天空消失的无影无踪 后面红光中人影 自然就是较赤足的那位图姓老者 他依靠那个天玄罗盘之力 轻易的找到了寒历所在的位置 但是没有想到人还没有靠近 对方呢 立刻以惊人的顿速逃离 这让老者一惊之下 随之又心中一喜 对方看似神通不弱 身上呢 大可能有自己想夺取的目标之物 当即一推身上的红光 同样的紧追不舍起来 二者仿佛天外流星一般 全无掩饰的追逐之下 一前一后就飞出了千里之外了 后面红光一时间呢 竟丝毫没有办法追上前面的青丝 老者在红光中有些动容呢 虽然他并非擅长顿术 但是明明用神念扫过对方 只不过是一名上族七阶存在而已 现在竟然可以让自己飞出如此远的距离 都没有办法追上 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呀 不过老者呢 竟然是半只脚踏入合体级的可怕存在 与人争斗的经验 那不用说呀 自然是丰富异常 红色顿光忽然停了下来 接着光芒一脸 现出了老者的身形出来 他面无表情的单手一翻转 手中呢就多出了一张紫色的符绿 轻轻一晃之下 一团紫色的云雾爆发开来 转眼之间就弥漫了石鱼杖之广啊 将徒刑者彻底的笼罩住了 杭力一直监视着后面大敌的举动 一见此景眉头不清一皱 他毫不犹豫的也顿光一停 同样在青光中献出了自己的身形出来 然后双目以密回首望去 他倒有些好奇 这对方到底准备打的是什么主意啊 直接那一团紫色的云雾一阵翻滚之下 片刻之间呢就溃散消失了 结果老者原来站立的紫云下 竟然人影全无空空如也的样子 杭力面色微变不及多想之下 神念瞬间放出 将数十里内的一切都笼罩其中了 结果图兴老者仍然是踪影全无 仿佛从附近彻底消失了一般 杭力神色凝重了下来 单手飞快的掐绝之下 瞳孔蓝芒一闪 顿时啊动用起了明清灵木的神通 结果呢目光飞快的在远处一扫 虚空中空空如也 还未发现那名老者的踪影 这一下子杭力心里边真的一沉起来 合理级别的存在 原本的就是极可怕的对手啊 现在在一下子隐匿没有办法发掘其行迹 岂不是要命至极啊 但是杭力同样的也非常的机敏啊 心念一转之下 马上毫不犹豫的顿光一起 又化为了一根青丝 扭头就走 虽然不知道对方躲在了何处 但是长时间滞留此地的话 那自然是极其危险的事情 不过若是对方继续追来的话 他可不相信对方仍能保持丝毫踪迹不屑 破空之声大坐之下 青丝瞬息百炸 一下子就到了天边另一端处 再闪就不见了 寒了一边飞顿 一边用陵墓不实地朝后面扫视着 结果仅仅片刻的功夫之后 他没烧一动就有所发现了 在他身后树里的地下极深处 一囤紫茫茫的人影 在泥土中丝毫阻碍没有地遁形着 正是先前消失的小赤族的老者 此位也不知道是施展了何种神通 竟借着紫物掩护 一下子顺移到了地下树石杖处 让寒厉一时大意之下 竟然在开始的时候漏掉了 不过对方即使在明清灵墓之下 身形的仍然显得如此的模糊不清 可见隐匿之法也实在是不同一般了 并且此位的土盾明显大异于普通的盾树 在泥土中的速度竟然比在虚空中还快上一线的样子 红光所过之处 那些泥土非但没有阻挡之意 反而不停的飘出点点黄光 没入红光当中 让其遁形的更加的奇怪 韩历已经全力飞遁了 仍然被其从地下一点一点的拉近了距离 韩历暗暗的有些骇然啊 但是仍然没有丝毫的停留之意 下方施展诡异顿数的图形老者 却大为的郁闷了起来 他原本以为啊 对方呢会因为自己不见了踪影 会手忙脚乱一番 或者呢 即使仍然置之不理的继续逃窜 但是飞行一段距离之后 就会开始放慢顿速 甚至暂时的停留下来的 但是韩历不但毫不犹豫的扭头就走啊 飞行如此远的距离之后 速度仍然没有慢上分毫 这可大大出乎了他的预料了 但是老者对于自己的引力神通 颇有自信 对于他来说 此神通面对比自己修为高或同届的存在 不好说 也许会被对方神识强行看穿 但是 一名修为远逊于自己的上族 基本上没有这种可能的 除非啊 对方拥有传说中的那几种灵目神通 但此种几率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了 如今眼见 韩历没有中计 老者无奈之下呢 也只能在地下继续的 催动顿速式紧追不放啊 他自然也看出 自己在地下的顿形 比韩历快上那么一点 自然不会轻易罢手了 于是在两者一个有心一个惊疑之下 竟然一口气跑出了万里之遥啊 韩历眼见 地下紫影越追越近 这神色不由的阴沉了起来 目光呢 也开始在附近左右是旁顾不停 忽然 前方出现了两座并排一起的高山 表面欲聪聪 山势极为的险峻 而两山之间的一大片地方 竟是一处茂密异常的树林 韩历一见此地心中一动 随之啊 目中蓝芒闪动 朝下方望了一眼 只见那团紫影已经到了 离他不过百余丈远了 恐怕只要他稍一疏忽之下 就被对方一个闪动追上了 韩历深吸力口气 突然的顿光啊 方向一变 朝那边树林中激射而去 只见破空之声骤然一停 青丝一个闪动之间呢 就一下子没入到了树林中的某片低空中 顿光一脸 韩历身形现出 但是下一刻 袍袖一抖 数十口小飞舰发出了一声清明飞射而出 单手一掐绝呀 众小剑一颤之下 化为了数十根青丝 向下面积舍而去 破空之声大起 无数青丝飞舞之下 下方密密麻麻的大树 全都在青光中是齐腰而断 眨眼之间 一个数百丈的空地停空出现了 做完这一切 韩历身形一晃 漠然出现在下方一棵栈杖高的树桩上 同时呢 神色淡然的手指那么一点 青芒飞逝 所有的青丝 纷纷没入四周虚空中 隐匿不见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怀人修仙传 V10001是回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